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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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年,譬如《保麗金》一出碟以來,有沒有人生過任何一個單獨發展? 有! 誰先生? 最後一件最大機會 但當時你是不是多的?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故事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用社會學來講,他分化 譬如我叫蔡一傑出來,跟他喝一杯茶 我覺得三個人最厲害 你唱得英俊,跳得最厲害 我覺得你自己單獨,就應該不用讓他借著 但很可惜,他說了一些真情話之後 蔡一傑回來跟我說,剛才是誰呢? 他喝了茶,就這樣說 他這樣說 很坦白,原則原味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整個人生 中間有什麼人分化過我們 所以他們應該你們要知道 我現在在麥克風說給大家 其實你們三個都知道了 你不要想著跟我們單獨一講 誰跟我們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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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阿傑仔,你本身有沒有想過 這麼久以來有沒有想過 你未出Solo碟之前 有沒有想過自己在草蠻階段跳出來單瘋發展? 有很多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 其實我在16歲的時候 已經被聲探發現 又或者是 參加某某近藤真的大賽 或者是其他很多歌唱比賽 我都會有參加很多比賽 街上都有聲探發現我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不相信的 以及我是沒有答應的 當時某一間唱片公司 在香港 應該是CBS Sony 那時候 找了我去試音 要做第一個Local星 但誰知道我最後都沒有去到 直到參加比賽 遇到阿妹 我才慢慢入行 我覺得好像 開始好像不實在 怕被人欺騙 但你也不心動 沒有 因為我們當時做草蠻階段 都已經很好 出到第四張唱片 銷量又很好 然後在台灣銷量又非常好 兩年內 差不多賣了百多萬張唱片 百多萬張唱片 但你有沒有想過 個人也可以 沒有想過這些 其實能力 時間 要花很多腦袋 而且你也是義氣子女 當然啦 兄弟來的 是嗎 是